老杏 老杏 我真是不明白 你到底在烦什么 他不都已经认出你来了吗 下一步就直接跟他表白呗 我怎么跟他说呀 我估计他现在觉得我就是 一直跟着他屁股后面的小胖子 仅此而已 喂 那你想 你想想他怎么样 跟你一样 这么多年来 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你不能这么要求钱费 我没想要求他 这没有把握的事我不想做 人家 人家现在是个明星吧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自卑呢 我自卑 我开什么玩笑你 你别给我装了你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是换得换失 亲匪忽远忽近 自己特别没有安全感 心里想 人家这么一个漂亮优秀的姑娘 凭什么喜欢你 所以你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再跟人家去表白 对不对 对不对吗 我没说错吧 你晚上睡觉给我注意点啊 你威胁我 我跟你讲 老杏 你灾了 那你说 你怎么办 就跟他直接表白 告诉他 你不仅是当年的小胖子 还是在巴黎救过他的超人 没准人家也会心动的 所以我常常会想 如果那个人没有救我 让我死在那场爆炸里就好 总之呢 Cottorns 因为我的臭小胖子 是不有空的 只有我的胖子 或者 guidance 那个喜欢子 我 wolf 但不是小胖子 有一个秘書 我砸得енным 走了